AG赢下MTG锁定季后赛败者组 解说李久瑞凭AG的话太过真实 宜诺赛后采访的一番话领泪目 或许当初队伍在认真点 如今宜诺也是荣誉满身 下一个五年他还会在吗 就在4月20日 AG迎来春季赛第三轮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如果他们输给MTG的话 即使还有机会去季后赛 最后的对手却是TTG 那么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情况 AG自然是需要赢下实力稍弱的MTG 幸运的是他们最终3比1赢下比赛 成为A组第一支锁定季后赛败者组的队伍 而AG原本有机会零封MTG 却在第二局领先1万经济的情况下 被对手大逆风翻盘 解说李久也是毫不避讳锐评了AG 半场开香兵太放松了 假设这场大场你吃不下来 AG还有一场没打的是谁 TTG 那个你说得准的 也说不准 对啊 这就很不好说了 这关键上一把优势太大了 上把评论息给了多少 其实我们说的比较扎心一点 有点半场开香兵 是 太放松了 就是那根弦没了 就松了 对 别人抢了那条龙 你还没反应过来 最后那条龙 你一不是能拉脱的位置 二不是跟人以龙开团的位置 他那种给人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那么大优势 我打那个龙你根本不能看 就觉得任何方式我都能赢 对 然后就位置选的 他们选的最差的一种方式 呃 对 就是怎么说呢 你要让AG超会这五个选手 去复盘那一盘 他们都知道问题 对 都知道问题 然后MTG最后一盘打出来的效果就是 迷途不迷了 阿怪不怪了 难道自己的五周年一番话也是引人泪目 不知道他下一个五年还会再买 那如果今天再给你这个机会 我们知道时光不能倒流 但是如果今天给你这个机会 你会对五年前刚刚登台KPO的自己说什么 呃 就 呃 这过了五年了 我也有过很多遗憾 就错失了很多冠军 我想对五年前的自己说 希望自己当时能够 更加上进 更加努力 哇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你会有更多的可能 因为你的KPO旅途也还在继续 你的故事也还在继续 那么其实今天对于两位来说 因为都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所以在这个时间上 有没有想要对粉丝说的话 听懂 呃 就 呃 谢谢 谢谢大家陪伴 希望还能有下一个五年吧 虽然 AG成功赢下 MTG 并且队伍的阵容也在做改变 但是状态确实是好时坏 说难听点 他们不是狼队 选手浪后面有人都抵 所以 AG后面没场比赛 最好还是稳稳的幸福会更好 要不然有可能季后赛一轮游 大家觉得呢 最好